大家好,我是阿七,昨天晚上在秦岭深处的江口镇 镇里面的广场上面搭帐篷露营的 现在早上的9点钟,今天天气的话是阴天 看了一下天气,临近傍晚的时候会下雨 把米饭热一下,吃饭吧 还有大半锅 先把这个蒜饭吃点 吃完就能收东西 刚刚吃完饭,然后我准备先去超市买一点点米 昨天米吃完了,然后买一点菜 因为今天不一定能赶到县城 买了一点西红柿,然后没有买到米 这超市没有米,但是前面还有几个超市 我先回去把东西收一下 东西收好了,这边今天小孩更多了 先去关一下前面的超市 这也没有散装大米 再去这个里面看一下 这个超市大一点 刚刚问了一下,这地方是有的 找到了 买到两斤米,这样的话网上就可以做饭 东西都买好了 出镇子,进入国道 江口阵 今天骑车比昨天重很多呀 加了一个1.8升的油 一瓶1.5升的水 一瓶1.5升的饮料 哇,然后还有米 这里进的还是挺有特色的 古香古色 一个观景的平台 这是在做饭 浓烟滚滚,烧柴火吧 今天出发的比较晚了 好,现在已经12点了 这里有一个山泉水 然后这就是我们刚刚来的方向 这是什么字 路边都种的是这种长青树啊 最美流霸 这条路货车很少了 因为前面会越来越高 弯道越来越陡 下来卸一会出镇压吗 从哪儿骑过来的 安徽 老天爷,还真是厉害啊 就真的把你骑过来的 放到这儿,坐这儿卸一会儿 没有,我刚刚才出发呢 从那个镇子上面踩手 那里天真厉害 从干徽一直骑到这儿了 是的 骑了多少天 两三个月了吧 太厉害了 那你春节回去了吗 什么回去了 啊 春节是在老家吗 还是在这儿 春节,春节在武当山 在武当山 在武当山 对 哎哟,小子真厉害真厉害 宁宁就一个人骑出来了 对,我们骑好几年了 骑了好几年了 对,只是说这次才抽发两三个月 这大量能办都裂了 这还能用吗 功率变低了 但是还能用 能用,还能用 你看,今天人家路上碰见人家这小伙子 叫阿七纪 对 人家从安徽骑过来的 骑了三四个月 都骑了三四年了 你看 都骑三四年 今年春节都在武当山过着 这个摄像头 这个东西是个 就这样一翻就行了 就这样就可以当行车记录一样 或者说直接拍摄都可以 那你脖子上挂的那东西是网上买的 对,这支架 挂脖支架 就是网上买一个的 嗯 那你这个网上擦的这个东西是 什么 就是往那个网上擦的这个 这个头 这个头 这还是连体的 它是这个 一配套的 对,就是这个脖子上挂的 配套的 那一个那玩意多少钱 你说支架吗 支架就六七十块钱 六十几块钱 网上就有 今天偶遇在这 阿七小伙子 哎呀很幸运 老哥也很高兴 哎呀很幸运 路上碰见好多 他们都 现在这个骑行的 反正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对 刚刚一个开房车的大哥 然后停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 看这个岩石上面的洞 就是以前用来做那个站桥 正宗的山奥子里面 不打隧道根本过不来 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 一生平安 嗯 方家村隧道 这荒山野林还有一辆车停在那里 这也没有路呀 还好像是涉水过去 前两天骑得太猛 今天这个腿感觉也骑不动了 每天都骑五十公里 而且还是爬坡 昨天两点钟睡的 然后早上八点钟就醒了 睡了六个小时 下午的话特别快 看看在这里稍微迷了一会儿 这里有一个十年 有点像以前用来磨那个麦子 磨面粉用的 看一下 就从这里一圈一圈撞 这里面 拉头驴啊 它就会自己撞了 我小时候好像从来就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 真的一点都没看见过 好像我们那边不用这个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边种水稻吧 这个应该是磨那个面粉 磨麦子 水稻的话不知道用什么 寂静山连中的小村庄 这里有两座桥 一座是这个 铁锁木栈桥 现在应该不怎么用了 旁边又新建了一座水泥桥 可以通车的 哎呀 这个挺宽的 哇这个已经破损了 应该也没有人走了 太危险了 这是鹰还是乌鸦 啊 破鲤鱼园 到树寄卖椒书 一路都有很多奇山异石 看一下这座山 现在刮起了很大的风啊 行不动车了 哎呀我去 看一下这个衣服飞的 前面到太白县了 太白县和刘瓦县的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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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湿与湿的交界 过了这条线 就进入宝鸡市 哈 这里是汉中界 汉中界 对面是 宝鸡界 我们现在也算出汉中了 进入宝鸡 距离太白县还有46公里 但今天我都不想走了 因为晚上会下雨啊 前面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录影 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 太白县12度大风蓝色 晚上会下雨 12点左右一直下到明天 白天都在下 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得找一个避雨的地方 过来看一下这个亭子 我突然发现 它这个是镂空的呀 根本挡不了雨 前面这个交界处好像稍微好一点 但是挺高的 上面这两个亭子倒是可以挡一下 在这交界处这里还有几个凳子 然后我感觉可以搭在这个楼梯这里 因为这边可以挡个雨 下面的话就太高了 东西拿上去不方便 前面这里还有一个亭子 但是好像里面是有东西的 我们帐篷是大不了的 只有一些板凳 前面有一个卫生间 看一下卫生间门口能不能搭 这个卫生间门锁了 这里好像可以搭 可以搭在这里吧 搭在这个门口 这里也可以多余 而且 现在也 没有投入使用啊 行我们就搭在这里吧 今天出发之后 这个腿确实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一点力都没有 所以的话今天我就骑了20公里 20公里 在这个交界处啊 不走了 我要在这边休息了 车子先放这里 我们到河边去逛一下 这里有一块好大的石头 一整块 看一下 就这么大 能不能比得上海南山呀 天涯海角的这一块大石头 全部都是一整块哦 静静的欣赏一下 西水蝉蝉 据我观察这个石头应该被切割过 你看这是一条线 这个已经被切开了 包括你看这里都是很平整的 它应该是被切割过 可能以前就是用这些石头来 建造这些你看 围墙呀 堤坝呀这些 走点回头路啊 还有100米 晚上就在这个乌云下 打个战风 逼个雨啊 这里还有一个海星啊 先把战风扎起来了 起这么大风 晚上雨可能下的不会小啊 时不时的刮一阵大风 战风的话 已经搭好了 今天我得把防雨措施 给它弄好 晚上是肯定会下雨了 整个防潮垫的话 全部给它铺开 这两边雨水都进不来 就前后的话 这里还是直接顶到顶 这什么情况 稍微休息一会吧 这要是没有墙的话 这风搭在外面 直接被刮跑了呀 听一下外面的吸水声 就像一首清音乐 休息了 哎呀 几点钟了 晚上的7点半了 下午我这个车没有移到走廊里面 等一下把东西拿到帐篷里面 就把这个车移到走廊里面 因为晚上要下雨 这是下午买的菜啊 外面有点风 把这个鞋子给它装起来 不然下一天雨淋湿了 到时候出发都没有鞋子穿 就放在这个边角 现在的话我就穿这个拖鞋吧 那么把这个东西收拾了一下 这边放的是充电的 然后那边有一些水啊杂物 这边就是一排全部都是做饭的 今天出发之前 在小镇的超市买了菜啊 这是西红柿 然后晚上就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做饭 还没做饭就饿了 先吃点这个坚果酥啊 昨天买的 还和那个小孩分享了 这边有点几下 还有感觉我的眼睛有点红 没休息好 里面放了一些面包啊 之前还剩了一点米 然后这里还有今天新买的 我也不知道剩的这个米够不够啊 哎呀只有半碗 从这边捞点米 把这个补满 撑的都是三米啊 所以得把米淘一下 三个西红柿表皮也要洗一下嘛 就用这个淘米水洗下菜了 节约用水 一会就没垂直到 就用这个水洗水 用水洗干净 只要不分开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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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把这个蒸马给它擦干净 然后把那个炉子放在蒸马下面 得把门开着 不然的话里面容易中毒 透气 天气越来越热 才让我们吸引了好多飞虫啊 感觉整个蒸馆里面全部都是这种虫子 这个也上期了 煮几分钟 然后就好了 鱼饭煮好了 把这个锅锅洗一下 准备炒西红柿炒鸡蛋 一水多用啊 又洗锅又洗菜又淘米 三个鸡蛋 倒油倒油 哎呦 三个鸡蛋 西红柿直接加点 就是半锅 加点盐进去啊 西红柿炒鸡蛋就放盐就行了 哇 啊 为何 算了 这个都不要了吧 飞了一个虫子进去了 现在这个虫子太多了 给他加个蛋 火力有点小啊 这个西红柿煮出来好多水啊 可能是这个西红柿稍微的嫩一点 煮的跟汤一样 行吧 就这样了 先把这个灯放在外面 然后把里面的虫子吸引出去 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这个灯拿进来 现在里面太多虫啊 再敲一敲 把它赶一下 哎呀 差不多 哎 这是米饭 现在这个帐篷里面虫子少一点了 哇 做饭一直开着 真的飞得到处都是 哎 吃饭了吃饭了 半锅的西红柿炒鸡蛋 半锅米饭 哇 这真的跟一个汤一样 哇 哇 真酸啊 我的乖 现在凉一点 感觉酸味 减轻一点了 但是还是很酸 可能是这个西红柿的原因吧 真的 我应该放一点冰糖进去 中和一下 我冰糖 不过确实这个西红柿 不知道为什么煮出来这么多水啊 吃完饭了,感觉好快 这两天好像也没睡,在街上比较累 早点休息了 现在外面的话,风也小一些了,还没有下雨啊 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情况,天气预报,如果准的话 一会儿就该下雨了,它是显示半夜 不管下不下吧,我们今天晚上就早点休息,恢复一下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